大家好,我是永华,又到了游戏分享时间 今天的话就是这个游戏叫汤姆猫阵营 它是那个汤姆,不是那个汤姆的猫,是汤姆猫阵营 它算是一款策略型吧,还是策略战略型游戏吧 但是我在那个Play Store看到的时候 他们就是所有玩家给它评价 就是他觉得有它有点抄袭那个部落冲突 但我觉得不重要吧,因为我觉得这游戏它的那个风格就不一样嘛 所以我就决定了要介绍给大家 当然这里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教学先 怎么样的一个玩法的游戏先 我们来看它的教训 它是什么? 等候多时了,来看一下 营地,啊,什么去营地的 有点不明白哦 哦,OK好,明白 它这样子就懂哦,就是叫你骑东西 哦,还要按吗?我觉得16秒不需要吧,会浪费吗? 啊,管它吧 我也忍不住按下去了 10多秒叫我等,其实基本上 我也蛮难等的,其实我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哦 我们换看站的,我们看一下 哦 就是这样吗? 哦哦,好可爱耶 他们用水枪射它,然后还是用水球来丢他们哦 好可爱哦 哦,OK 哦 而且还不是阵亡哦,它可爱的地方是 它是跑掉的哦,你看 锁得漂亮,是个天才 哎,oh my god,这还用说吗?轮到我们哦 去 一轮 我们去打人家耶 OK,OK,我们来看一下 OK 真的真的真的哦,跟 跟不乐冲突有点像耶,有有点像耶 可是 它跟我的东西是一样耶 我打得赢它的话,就显得我有点,我有点臭吧 OK 哇,你看,有点像哦 OK 打完了,你看三颗星耶,三颗星哦 三颗星有什么特别吗 它是可爱星耶 如果你硬要说它有一点抄袭那个部落冲突,我只能说吧 它真的没有耶,我感觉没有耶 因为 怎么说啊 它的风格真的很不一样哦,比较特别哦 是真的是可爱星那种哦 所以我觉得这类型的 这类型这样子的策略游戏的话,我觉得 嗯 女生吧,女生会比较喜欢哦,真的女生会喜欢哦 OK,我们就照着它的那个 就一样一样起吧 当然全部都用宝石,我们快速一点,我们看一下有什么东西 哦,新的品种哦,训练零哦 哦,OK 然后还有什么,这是什么东西 能量库 也就是说它是收集能量的吧,对吧 能量库 然后还有呢 这个是,哦,能量站 哦,这个才是收集的,这个是存放的,不一样 OK,好 然后这个是什么,金库 这是存放金哦,OK 好,明白 然后当然下一个的话就不用说了,这个是采集哦 采集用的 所以也就是说它旁边的画画草草应该都能砍哦 你看啊,应该都能砍的 对吧,你看真的能哦,真的能哦 可是,可是我怎么按不到啊 哦,将树无生的 哦,要生到二级才可以哦 来,我们就升级吧 哦,30秒哦 哦,这轮免费 我不要免费吧 因为免费还要看video,浪费时间哦 哦,就像这样哦 哦,当然还有新东西吗 哦,有哦,多一个能量 啊,缺少275 不要紧 不要紧哦 哥,有的是宝石现在 就全部用宝石吧 因为要快哦,要快就用宝石 来,再来 还有吗 金币的也是一样 再来 哦,都是用宝石这样子来起耶 行吗 11粒,按吧 没关系 哦,这个也算是防防防防卫设施吗 你看,碰水器哦 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哦 哦,13粒耶,这也太贵了吧 一下子先,我先把这些东西 搞完先哦 OK 这个就是它所谓的新塔楼 塔楼就是 有点像弓箭塔吧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碰水器的话就像炮台哦 这里有一点洁净 有点洁净 来,我们去 但我超爱这种风格咯 真的 好可爱哦 萌萌达 然后,它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看一下 还有空位哦 这是什么意思呢 哦 派兵出去打嘛 这个是 OK 我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点多多 不行哦 它 哦 所以它就是以这个方式哦 OK,这样子知道了 你看 你就升级它 它就等于是你出战哦 你出战能带多少的兵力就靠这个咯 小货车 是吗 41力 还管它啦 用掉好吧 小货车二级咯 哦,我也三级咯 所以也就是说小货车现在我可以 我可以就是更多的吧 可以这样吗 就像这样了 诶 没有能量哦 哇 哇 要一个一个一个诶 这样子太不划算了 这样就不要了 然后当然这里的话 这是战斗吗 这是干嘛 要等这个训练完哦 OK 哇,这里能升级啦 我就 我缺 缺就缺吧 别管它,升级 哦,所以我又多一个新的那个病种了耶 就是这个吗 可是这里太贵了吧 要50元,你看 就一只 一只 一只 哦,没有位咯 20个满咯 然后当然这里的话 哇哇哇 也太多东西可以收了吧 其实我用很多 我这边拿 也可以拿回来哦 就补回来吧 补回来,你看好多耶 我还没收完呢 你看 虽然刷数量可以少哦 但是它这样子一排下来的话 也是有一定的 也是有一定的触目哦 然后当然这里的话 我必须要等 要12个耶 其实还蛮严厉一下的哦 你至少要有12个哦 就带上12个 你才可以去 才可以去战斗吗 你看 训练12个部队哦 真的是12个哦 可是我不是已经 已经到了吗 12个了吗 你看都20了耶 20对20哦 只是现在差 是差在于什么 就是这个可以直接 可以哦 可以 哎呀,早点 早点嘛 来,我们去战斗了 嗯 哦 这个是属于战 这个是属于 一个是属于就是 嗯 一个是跟人对战哦 一个是电脑的 一个是跟电脑哦 所以我就选择这个吧 我跟人对战看一下哦 看一下这个游戏下大神多不多 啊,就这样子而已嘛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 我不是很容易干掉你嘛 先打他的这个 哎,点错地方了 啊,点道路吗 我要在这个地方啦 这样就真的是有点不一样了 当然他的那个兵胜王老公会 会回来吗 还是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你看他攻击方式就这样这样哦 哦,OK,你看 他把它放那么远啊 打什么啊,这个 OK 姐姐了 这样就解决了 他落荒而逃哦 哦,当然 他这个 这个游戏有 有广告的成分存在哦 OMG 竟然有广告的成分存在啊 我直接 而且按不掉耶 这才屌哦 这才是吧 这才是吧 把声音稍微更小一点啊 直接这样按回头可以吗 可以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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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不要看他吧 不要看他哦 哦 还有礼物啊 我们来看一下哦 算了 他这个是有代价哦 他的代价就是你必须要看视频哦 所以他 他 他跟广告有关的话 其实这类型的话 他 他这样子跟广告有关的话 他就会比较让 比较不受人欢迎在这一环哦 真的哦 因为你在做很多事情上的话 除非他没有强逼性吧 如果他有强逼性 你一定要看广告的话 那就更更更气啊 这类型游戏就更气了 所以我们就打多一两次吧 打多一两个对手 然后我们就给视频做结束了 因为你你只要一点下我们先打吧 别说现在我们先打吧 你看他打法就像这样哦 你其他地方点不到 你就只能点在这个路这边哦 你看 就是这个地方哦 路的路 就这一条路而已哦 你进攻的地方 就只可以选择这条路 任何一个地方点一下哦 就像这样哦 你看 哦有一只要阵亡了哦 OK 又解决了哦 就像这样哦 你看 他就是这样子哦 他的广告在下面 你要很小心哦 别点到哦 你点到他要进入广告了哦 所以这里你看 哦原来 你出动的那个兵力 如果没有阵亡的话 他是可以带去下一个 就是可以带去打下一个对手哦 他这点好哦 这点好哦 不像 COS也是一样嘛 COS也是一样哦 你没使用到的 你就可以留住 但是还有 有不一样 这样就不一样哦 因为我使用到了哦 只是要他没阵亡 我都可以再接下去用 COS是你使用了 就算没阵亡 下一轮也都没有了 OK 真的 他有一点差别 有一点差别哦 当然这里的话 我们就 再来多一个 就打多一次哦 打多一次 然后就给视频做结束了 当然强的人真的不多哦 你看 我感觉他们都好差耶 好差哦 OK 他都一下子就可以把他们给干掉哦 对了就是这样子 解决了 然后这是最后一个咯 但他这样子的话 他的他的那个 到后尾他的那个基地能有多大啊 因为毕竟他这样都有一个极限啦 因为他的范围关系吧 你进攻就只能在一条路 你不可能让那个 就是你的那个基地太大吧 太大的话 你不是要往往往内测 很很里面很里面走去吗 OK 确定 嗯 所以只能说吧 这款游戏 能不能火红啊 就要看他在这段期间了 因为他是一个蛮新的游戏哦 这个 他好像才可以 真正试试开服的话 好像是才两天还是三天前哦 就是那个时间 我因为我有就是 我有怎么说 就 就有一个4000预约吧 他是前两三天才告诉我 这个游戏可以下载的哦 所以这里的话就 这里的话其实分享到 如果你是喜欢 就是这类型战略游戏哦 战争的战略游戏的话 你可以试着下载来玩玩看这个游戏哦 但这游戏我也不担保 我自己能不能玩久啦 因为毕竟啊 他的模式是真的蛮创新的 而且他的那个 你看 就是他是以动物的方式呈现的哦 还蛮特别的哦 但是只是他在那个 就是在进攻方面的那一款的话 我选的就会比较有一些 觉得 觉得就没有那么理想吧 因为他点击的范围 就只有这条路 所以 我的视频时间也差不多哦 也谢谢你们的收看 当然 下载链接一样 放在视频下面 喜欢就下载吧 所以 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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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